你好,我是匈奴人 哥鲁基亚反俄示威愈演愈烈 哥鲁基亚要求和支持加入欧盟的民众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四 连续三天在首都蒂比利斯 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 而当局已经出手逮捕了数百名示威者 这次大规模抗议活动 是由于政府决定将该国加入欧盟的谈判 推迟到2028年举行而引发的 在此之前 哥鲁基亚的执政党 魅想党 在选举中已经受到普遍的质疑 因为魅想党声称他们赢得了选举 但是反对党认为 他们盗窃了选举 因此这次选举是非法的 哥鲁基亚长期存在着一种博弈 那就是俄罗亲俄的势力 跟亲欧势力的博弈 普京一直使用这种 分化、瓦解、贿赂、收买的手段 试图控制住哥鲁基亚 到目前为止 普京的特务活动应该是成功的 哥鲁基亚内政部表示 整个业内示威者向执法人员投资各种物品 包括石块、烟火、玻璃瓶和金属器具 有32名警察受伤 哥鲁基亚总理科巴西哲指责反对党和欧盟驻哥鲁基亚大事 曲解了他的说法 他强调在2030年之前加入欧盟仍然是他的最高要务 他把谈判都推迟到2028年 现在又说什么2030年之前加入欧盟 这个纯属胡说八道 因为谈判是需要好几年时间的 没有必要推迟谈判 到了2028年之后再谈判 他可能2029年再谈判 然后再说这个条件不合适 那个条件不合适 能推迟20年 据路透社报道 加入欧盟受到哥鲁基亚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民调也一再显示 加入欧盟拥有很高的民众支持度 所以哥鲁基亚政府冻结加入欧盟的谈判 自然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法新社记者在蒂比利尔斯国会大厦外 目睹了防暴警察 向示威者发射高压水枪和催泪弹 而示威者则用鸡蛋和烟火进行回击 现在呢 示威活动除了发生在首都蒂比利尔斯外 也席据了哥鲁基亚的多个城市 亲西方的反对党呢 目前呢正在抵制10月26号选举出来的哥鲁基亚新国会 他们呢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呢 就是现任的哥鲁基亚总统 祖拉比斯斯维利 祖拉比斯维利呢 坚决站在反对党一边 他认为呢 这次选举严重作弊 所以无效 在星期五晚间发生的 这个电视演讲当中呢 祖拉比维利总统呢 宣布 抵抗运动已经开始 我们将团结在一起 直到哥鲁基亚返回其欧洲道路 举行新的选举 实际上在那次选举进行的过程当中 一些主要的选举监督员都表示 他们掌握了发生大规模选举作弊的 一个复杂的计谋的证据 这呢就跟俄罗斯有关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 苏联特务 俄罗斯特务 普京呢实际上是 既是苏联特务又是俄罗斯特务 他一直呢 努力操控哥鲁基亚政局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防范哥鲁基亚加入欧盟 其实普京呢 对哥鲁基亚的所有政策 都跟他在乌克兰类似的 因为他 普京呢 这个 和他的特务系统呢 长期以来收买一些乌克兰的上层 只可惜呢 乌克兰规模太大了 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呢 比哥鲁基亚大上 五到八倍 所以说呢 他无法收买 但是 相对于哥鲁基亚来说呢 他就容易收买 欧盟呢 一再要求呢 对于这个 这次不 严重不正常的 选举情况 进行调查 这个 梦想党议员呢 在反对党议员的抵制下 星期四 无意义的选举 科巴西泽继续担任总理 但是呢 现在呢 议会呢 已经陷入瘫痪 因为反对党议员 现在已经拒绝开会 现在反对党议员呢 都在人民中间 组织抗议活动 法国 英国 乌克兰和波兰 瑞典 立陶宛等国 都对此标持 严重关切 欧洲理事会也发表声明 指责哥鲁基亚政府的 残酷镇压 并且敦促去政府呢 坚守欧洲价值 这个 法新社援引批评这的话说呢 执政已经超过十年的 哥鲁基亚梦想党 竟来 主导地比利是 偏离欧洲 向俄罗斯靠拢 在昨天晚间 首都市议会 中心议会 附近的街道上 聚集了大量的示威者 许多人手持 欧盟旗子和哥鲁基亚旗子 表达呢 对俄罗斯的这个不满 执政党呢 这个政府呢 其实呢 跟总统呢 早已决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也多次发表声明 指责呢 这个 哥鲁基亚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呢 背叛了人民 而且呢 受到了这个 俄罗斯的严重的这个操纵 声明强调美国 谴责 哥鲁基亚 对人民的镇压 目前呢 这个 哥鲁基亚的所有城市 包括巴桶 马格迪迪 库塔 伊西 泰拉维 古尔贾尼 抗议活动呢 都在逐渐升级 这可能 最终呢 形成一张 全国性的反抗 平民站出来 反对当局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政府呢 越来越听从普京的命令 其实呢 哥鲁基亚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 我查看了它的历史 它还是一个跨洲国家 也就是说呢 它一部分领土呢 在欧洲 另一部分领土在亚洲 它在文化上呢 是深受欧洲影响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欧洲国家 然后呢 哥鲁基亚的这个地理位置呢 正好它处在是 土耳其和俄罗斯中间 在历史上呢 它就不断地成为两国的这个战场 哥鲁基亚的这个领土面积呢 只有七万平方公里 人口呢 四百三十万 主要的民族是 哥鲁基亚族 实际上以前 斯大林的这个独裁者 斯大林就是 全世界的独裁者呢 他本人就是 哥鲁基亚人 以前呢 是哥鲁基亚的神学院的学生 2008年的时候呢 哥鲁基亚呢 与俄罗斯爆发了一场战争 因为当那场战争的性质就跟现在的俄乌战争十分类似 当时呢 普京上台以后呢 在用武力 这个大幅了车程之后呢 又开始把矛头对着哥鲁基亚 最后呢 在西方的卧血下 双方达成了停火 本来呢 这一次呢 这个俄乌战争呢 大家都以为呢 哥鲁基亚会趁此机会 要跟俄罗斯打仗 因为他要夺回 他被俄罗斯霸占的两个地方 一个叫阿布哈兹 一个叫北奥塞地 这两个地方呢 俄罗斯都成立了共和国 宣布他们独立 然后又宣布他们加入俄罗斯联邦 就跟俄罗斯 在乌克兰东部 所地区所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 所以长期以来呢 这个普京呢 一直呢 试图呢 这个操纵格鲁基亚 尤其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呢 普京加大了收买的力度 因为俄罗斯呢 他对付这样的国家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大量的特务 请吃请喝 送钱 贿赂 邀请他们旅游 邀请他们的孩子到俄罗斯去留学 就跟中国的统战手段一样 就是因为中国的统战部 就是模仿自苏联 所以说你要想了解 苏联普京特务 俄罗斯普京特务 在格鲁基亚 在这个乌克兰所干的一切 你就看看中共在香港是怎么干的 在台湾是怎么干的 就明白了 他们都是同样的这个套路 因为呢 这个他们必须呢 普京呢 必须反对这个国家呢 也加入这个战争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说 普京呢上任担任总统 二十多年来的第一场战争呢 是车臣战争 然后呢 车臣战争最后的结局呢 也是一方面呢 二十万大军压境 狂轰滥炸 另一方面呢 也开始对这个车臣进行收买 所以现在的这个车臣总统呢 完全是被普京收买的一个傀儡 观察家认为呢 格鲁吉亚现在发生的一切呢 都和十年前乌克兰的自由独立革命 非常类似 那时候呢 乌克兰人赶走了亲俄的统治者 目前呢 抗议人群呢 聚集在格鲁吉亚国家电视台前面 要求停止播放俄罗斯宣传的谣言 目前的冲突呢 愈演愈烈 也就是说呢 现在呢 这个跟俄罗斯的势力 衰微有关系 其实呢 这个格鲁吉亚跟叙利亚发生的事情 都说明了俄罗斯势力 正在迅速的走向俄罗 因为本来呢 俄罗斯在这两个国家呢 都是投入重金 试图控制这两个国家 还有罗马尼亚实际上 最近也开始反叛 也开始反对俄罗斯的这种 务后操纵 另外呢 就是叙利亚首都政变失败 昨天有消息说呢 阿萨德政权的安全总局局长 卢卡准将 串通一些人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斯格 领导了一场 企图推翻阿萨德的政变 据说当时 卢卡呢率领一群叙利亚军队士兵 试图进攻总统府 逮捕 阿萨德的亲信和家人 但是事实上 阿萨德的家人呢 已经逃亡到莫斯科 因为阿萨德呢 大概此前 已经得到情报 说他的统治已经出现问题 阿萨德呢 据说现在已经离开了莫斯科 但是谁也不知道 他本人现在哪里 他也没有回到大马斯格 因为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表明 他在大马斯格会见了任何人 今天传出的消息说呢 这个情报总局局长 卢卡发动的政变已经失败 他和其他部下呢 都已经被逮捕 看来呢 支持阿萨德的势力呢 至少在大马斯格还是占上分的 当然这也不排除俄罗斯 伊朗 因为这两个国家呢 在大马斯格都有军队 在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呢 叙利亚目前呢 已经派出使团前往土耳其会谈 这主要是因为呢 阿萨德和这个叙利亚执政集团 都认为呢 这一次的这个战争呢 是土耳其在幕后操纵的 阿萨德要求 同时还要求呢 伊拉克出面来调解 他们与土耳其的争端 但是呢 巴格达没有回应 不过呢 土耳其外交部长 与伊拉克外交部长 已经通电话 交换了信息 讨论了叙利亚的局势 伊朗传出的消息说呢 第一批呢 战斗人员已经抵达了大马斯格 这批战斗人员呢 并非来自伊朗 而是来自伊拉克 他们呢 支持这个阿萨德继续独裁 而且呢 预计后续呢 将有数千人呢 前往这个大马斯格 这些人呢 就是这个伊拉克的失业派 因为在伊拉克呢 什叶派是占据优势的 大概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将近三分之二 这些人呢 拥有自己的武装 他们跟伊拉克政府呢 是平起平坐的 伊拉克呢 因为是美国主导重建的一个中东国家 所以说呢 它有一种自然生态 也就是说呢 各派势力都可以 相对而言呢 都能够生存 只要你不太过分 你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 就像美国民兵一样 现在看来呢 伊朗对阿萨德的主要支持呢 也就是调集了 这些这个失业派武装分子 进入伊拉克 所以呢 由此看来呢 这个叶利亚的局势呢 还将越来越复杂 而且呢 战斗呢 也将会越来越激烈